夫妻本是同舟共济,历经风风雨雨并肩前行,无论顺境意境都紧握双手,贫困时相濡以沫,富足时相惜相守。 今天,老人家接到了康特的电话,听闻了他们家的困境,他们所居住的土地即将不再属于他们。 莫森的兄弟今日来访,明确表示如果康特一家想继续居住,必须支付剩余的土地款项,毕竟这片土地也有他的权益。 而在这个关键时刻,康特的母亲却做出了趁火打劫的行为,她通过凯尔支付了这笔款项,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掌握了土地的所有权。 在老者思考怎么处理问题的时候,阿吴为大家推荐了一款优惠商品,三瓶重量达到918克的洗洁精,价格还不到20元,难以置信吧。 重点是,每瓶的重量接近两斤,性价比极高。 别看价格亲民,它的去油效果可是相当出色。 这款洗洁精含有从稀釉中提取的植物精华,并添加了小苏打,不仅能清洗餐具,还能用于清洗水果和蔬菜。 趁着厂家的促销活动,赶紧囤一些吧。 你可以通过点击我头像下方的商品橱窗找到洗洁精。 康特和阿祖法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感到绝望,于是他们急忙拨打电话给长者,请求他出面与康特的母亲协商。 长者也没料到事态会这样恶化,立刻驾车火速赶往他们家。 但当他到达目的地时,却发现康特的母亲和吉尔纳已经不在那里,他们可能又与凯尔去商讨其他事情了。 此外,长者还意外地发现,家中的宠物似乎也都不见了,推测可能是康特的母亲将他们带走了。 他不禁怀疑这些宠物是否也被带往了阿祖法的住处,这一点需要进一步查证。 长者今日到访,本意是化解双方矛盾,却发现无人在家,于是他尝试联系吉尔纳,但电话未能接通。 因此,他们妇女决定在原地等待。 阿祖法一直是个内心缺乏安全感的人,这种不安全感源于他过往的不幸经历。 尽管他对目前的生活状况感到不满,但为了孩子们,他依然坚持着。 阿祖法曾认为,只要康特能承诺解决这些问题,他愿意让他去处理,哪怕有人建议他应该变得更强硬一些。 但他天性并非如此,这也是他过去遭受欺凌的原因。 许多网友在评论区表达了不愿看到他们家庭混乱的局面,然而,这就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。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而镜头只是把他们家的这些矛盾直接呈现给了观众。 网友们自然希望看到一家人和和气气,也希望他们能通过努力让生活变得更加幸福。 但现实中总是充满了遗憾和不完美,这是不可避免的。 不过,请大家相信,困难总是暂时的,我们坚信阿祖法和康特能够携手共度难关。 有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,比如,房子是否能够继续建,康特是否能找到工作来支撑家庭。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停止家庭内部的争吵,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。 改变现状的重任落在了康特的肩上,他需要勇敢地站出来。 自从他们步入婚姻的殿堂,康特的责任就越来越重。 但这也是一个男子成长为家庭顶梁柱的过程。 在生活的这个阶段,人人都难免遭遇磨难。 如果康特继续沉沦下去,就无法担起家庭的重担。 他现在育有两个乖巧的孩子,因此他必须慎重考虑未来的每一步。 众多网友在评论区煽动情绪,建议阿祖法与他离婚,开始新的生活。 实际上,大家是不忍心看到阿祖法受到委屈。 然而,重建家庭同样会面临许多琐碎的问题,有人的地方就难免有矛盾。 如果选择离婚,那将是一个鲁莽的决定。 因为严峻的现实就在眼前,未来可能需要一个人抚养孩子。 再次步入婚姻同样会带来不少麻烦,对他们来说也是如此。 大家的真实意图都是希望看到这四口之家能够幸福美满。 因此,我们应该激励他们勇敢面对挑战,而不是打击他们的信心。 长者与他的女儿在此地已酒后多时,然而期盼中的人影并未出现。 夜幕降临,他们选择返回住所。 长者驾车,载着女儿和年幼的孙儿一同踏上归途。 他们同样对康特家的近况感到忧虑,明白若非情非得已,康特不会轻易来电。 这表明康特正深陷家庭纷争的苦恼之中。 长者与女儿已伤病,在适当的时机前往阿祖法的工地探访。 他们清楚康特的母亲行为失败,目前尚不清楚康特应如何应对这场危机。